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桑木尔记下第十章 桑木尔记下第十章总共有十九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亚门人羞辱大魏的使臣 并联合亚兰人与大魏王征战 我们先来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把这一章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六节 亚门人恶意羞辱大魏的使臣 并组成联军准备抗击以色列人 第二段是七到十四节 约亚与亚比塞带领的军队 大败亚门人和亚兰人的联军 第三段是十五节到十九节 亚兰人再组成联军 被大魏王击败 我们今天所选用的要节是十一节十二节 圣经这样说 约亚对亚比塞说 亚兰人若强过我 你就来帮助我 亚门人若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刚强 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 做大丈夫 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桑木尔记下第十章的开头 讲到了大魏在听到亚门人的王 拿霞死了以后 便派遣自己的使臣去亚门 向拿霞的儿子哈嫩表示慰问 大魏的这一做法 于第九章当中 恩代扫罗的孙子 约拿丹的儿子 米菲波社很像 他一方面在国内 恩代约拿丹的儿子 一方面在国外 向与自己曾经交好过的亚门人 表示善意 从经文的表面上来看 这一章的内容 是在讲大魏 向外友好外交行动 被恶意曲解 又由对方挑起战争 大魏在神的帮助下 又赢得了与亚门人 和亚兰人的战争 征战的叙述 特别类似第八章的征服列国 但不同的是 第八章是大魏主动向外出击 而第十章则是被动应战 大魏原本就没有想到 要和亚门人和亚兰人打仗 另外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第八章征战的结果 是从仇敌手中夺得土地 及管辖权 所得的金银 铜等战利品 被用于未来圣殿的建造 但这一章很特别 除了分别讲了 约亚 亚比塞 及大魏的两次胜利 虽然也提到了 战败的亚兰人 与大魏和好 归服以色列 但同时 这一章 其实是特别为 大魏王即将经历的失败 跌倒和犯罪 做铺垫的 当明天 我们会讲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的开头 大家就可以注意到 当大魏王 在耶路撒冷的宫中 与他手下的将士 赫人乌利亚的妻子犯罪时 乌利亚所在的 归约亚指挥的部队 正在围攻 亚门人的首都拉巴 拉巴 就是今天 约旦王国的首都 阿曼 我们接着 先来看第一段 一到六节 亚门人羞辱大魏的使臣 第十章的第一节 一开头就告诉我们 此后 亚门人的王死了 他儿子哈嫩 接续他做王 这里的此后 我们并不知道 是何年何月 亚门人的王 拿霞死了 他的儿子哈嫩继位 按照大魏王自己的表述 他决定 要后代拿霞的儿子哈嫩 像拿霞曾经代他那样 这位拿霞 一定不是 撒末尔基上第十一章中 提到的那个 与扫罗有过争战的拿霞 因为撒末尔基上第十一章 那个故事 已经发生过了很久 他经过了扫罗王 四十年的统治时期 而现今大魏做王 也已经超过十五年了 所以这一定是另外一个也被叫做拿霞的人 在做亚门人的王 这个拿霞之所以后代大魏 肯定与扫罗到处追杀大魏有关系 大魏很可能与拿霞签订过贸易或者是友好的条约 就像跟推罗的西兰一样 所以在有的圣经版本当中 第二节被翻译为 大魏说 我要与哈嫩维持已有的真挚友情 大魏派遣使臣有两个重要的目的 一参加拿霞的商礼 二祝福新王哈嫩的接任 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是相似 一个新王起来 他的为人和做法跟以前的王大大不同 哪怕他们之间是父子 当大魏的使臣到来时 刚刚登基的哈嫩 哈嫩听信了亚门首领们的残言 认为大魏使臣到来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刺探拉巴城内的情报 很明确的 哈嫩是一个没有执政能力 没有远见 没有智慧的新王 他受到自己臣子们的唆使 竟然对大魏的使臣们 采取了凌辱的做法 他命人割掉使臣们的一半的胡子 又割断了他们下半截的衣服 使他们露出下体 打发他们回去 这里的打发是客气的说法 拿今天的话 就是将大魏的使臣们驱逐出境 我们要知道按照古代西伯来人的文化 胡子对他们来讲是尊荣和地位的象征 而割去下半截的衣服露出下体 则是更加恶劣的行为 以色列地和周边的地区到处都是山巒 很多的路要走上坡走下坡 所以可想而知 当大魏的使臣回到以色列的路上 他们若是捂住脸 不让人看见他们的胡子被剃了 就会露出下身的羞耻来 而他们若护住下身 人们就会发觉这些男人没有胡须 所以他们是两头顾不得 十分的羞耻 当这些使臣回到了以色列境内之后 大魏得惜了他们受辱的消息 便安排他们住在耶利哥 只等到胡子长起来 才回到耶路撒冷 要知道雅门人此举的恶劣程度 这等于在羞辱大魏和以色列王国 经文中说 哈嫩知道大魏憎恶他们 大魏虽然在情绪上 情感上向雅门人感觉到憎恶 但经文并没有显示 他有什么任何军事行动的准备 倒是雅门人那边先发自人 经文中说 雅门人积极备战 他们到处寻找盟友 为即将爆发的 雅门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事 做准备 从第六节的经文中 可见雅门人联合的力量 相当的广泛 他们花钱用重金 来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 和索巴的亚兰人 步兵二万 与马家王的人一千 陀伯人一万二千 伯利河大约在旦的北边 索巴的位置在之前已经讲过 桑姆尔记下的第八章第三节 马家很可能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北边 而图伯就在加利利海的东南边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段七到十四节 约亚与雅比塞带领的以色列军队 大败亚门人和亚兰人的联军 经文中显示 大卫是在听到亚门人已经组成了联军的情况下 才采取军事行动的 我们前头说过 由于拿霞活着的时候 大卫网与他之间有友好的条约 所以在第八章里 虽然记载过大卫曾经南征北讨 在所征服的国家的名单表上 是有亚门的名字 第八章的第十二节 但是经文本身并没有大卫攻打亚门人的记载 到如今 亚门人是在强迫大卫出手了 大卫紧急动员军队 命令约亚为统帅 拆他们出去 按照经文的写法 约亚带领的以色列军队 似乎落进了敌人联军的包围圈 第八节第九节说 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 索巴与利河的亚兰人 陀伯人并马加人 另在郊野摆阵 约亚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 按照打仗的经验 约亚立即就知道自己可能陷入前后都被敌人夹击的处境 他于是做了正确的决定 要先打败亚兰联军 因为他们是雇佣军 没有退守的堡垒 较为脆弱 而亚门人却是在为国家打仗 他们有拉巴坚固的城墙做保护 于是约亚兵分两路 自己去攻打亚兰人 他让他的兄弟亚比塞去攻击亚门人 在这一段经文的记载中 约亚被描述为非常的勇敢又虔诚 他和自己的兄弟亚比塞互相鼓励 十一节十二节的经文说 约亚对亚比塞说 亚兰人若强过我 你就来帮助我 亚门人若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刚强 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 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 在约亚的话中 神已经将这些地图赐给了以色列人 这些城镇全都是他的 更是他自己的选民的 耶和华神的产业 绝不能落入外邦人的手中 我们难得在经文当中看到 有对约亚如此正面的描述 约亚是一个打仗的好手 他深知与弟兄之间 并肩作战的重要性 他们之间的默契合作 常被看为是 教会侍奉上肢体之间 彼此配搭的好榜样 实在来说 当教会面临属灵仇敌 多方攻击时 神的众儿女 必须肩并肩地作战 方能克敌 如果每个神的儿女 单独的行动互不相顾 那一定会给仇敌 各个击破的机会 约亚特别勉励自己的兄弟 要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 又说 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 约亚所说的话 目的十分鲜明 这场仗不是关乎人的自己 而是关乎神的民和神的诚 因此胜败都是出于神 愿神照着他的旨意而行 这种对待征战的态度十分的可贵 他们真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得失和利益 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和国度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诗出有名 神的儿女必须始终学习站在神那边 完全依靠他 才能有得胜的把握 结果经文告诉我们 约亚大圣 亚兰人都逃跑了 亚门人看见 支援自己的军队 已经失败溃散 也恐慌起来 纷纷逃入拉巴城内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不知什么缘故 约亚没有继续围攻拉巴城 一般猜测说 可能是没有接到大卫的命令 因为从大卫的本意来讲 他并不愿意与 罗德的子孙为敌 另外 这次征战的起因 是源于亚门人对大卫的恶意猜忌 所以 战争应自现于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段 十五到十九节 亚兰人失败之后不服 又组成联军 大卫 大卫大败亚兰联军 十四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当约亚的军队 看见亚门人 和亚兰人都溃散 于是就在得胜以后 班师回到耶路撒冷去 可是失败的亚兰人不愤 于是他们再召集各方的势力 组成强大的联军 十六节说 曾与大卫交过站的 索巴王哈大底下猜遣人 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 他们就到了西兰 哈大底下的将军硕法 率领他们 亚兰人的联军集结的地点 是在大马士革南边 约旦河东的北边 这个地方靠近以色列 东北部的边界 大卫得惜这个情报以后 便武装以色列军队 亲自出征迎战亚兰人 读圣经的人 一般会对这里 敌人伤亡数字 感觉到困惑 一般认为 这应该是 抄写的时候的出入 我们现今 一般会接受 历代至上 十九章十八节的说法 大卫的军队 所杀敌兵的数目 不止七百辆战车的人 四万马兵 再加上亚兰的将军说法 他实际的数目应该是 七千战车兵 即四万步兵 我们若是按照 历代至上十九章十八节的数目 就会知道 敌兵的损失更大 这里要特别留意 以色列人 没有损失的记录 大卫王在这场战役中 大大的得胜 其征战的结果显示 亚兰人的联军 被彻底打败 那些曾经参与到联军当中的诸王 见以色列人如此的强大 于是便纷纷 与索巴王哈大底下决裂 心甘情愿的 成为以色列的藩属国 就连索巴王哈大底下自己 也要向以色列人进攻 从这以后 亚兰人再也没有能力 也不愿意再帮助亚门人了 在本章中我们可以看见 以色列人获得了全面的荣耀的胜利 而这都是由于 以色列的神 对大卫王所领导的 以色列国的帮助 从这时以后 大卫已经完全控制了 约旦河东西两岸的土地 我们要知道 大卫的得胜 在以色列历史上 极为有意义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从两河柳域 到埃及的经商路线 被叫做是 肥沃新月形地带 古代的商旅们 必须得经过以色列地 现如今 以色列地全然在 大卫王的管制之下 所以大卫的统治 带来了以色列历史上的 全盛时期 好的弟兄姐妹 今天 撒末尔记下第十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本章不太难 比较容易读懂 我们也就不留下思考题了 我们仍然鼓励弟兄姐妹 每天都祷告 愿神以他荣耀又甘甜的同在 伴随你和我 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我们今天在读经的时候 特别注意到 约亚对自己的弟兄 雅比塞所说的话 就让我们把这话拿来 彼此做勉励 当弟兄有难的时候 我们就去帮助他 而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弟兄们就来帮助我 而我们双方都当刚强勇敢 不管仇敌有多么强大 我们都要为神的民 和神的诚的缘故 做大丈夫 愿我们有这样勇敢的心智 神就必按他丰盛的美意 帮助我们 并保证使我们得胜 爱你们